怎么大陆讲 你就说大陆政治化 要大陆把政治和经济和文化和交流切割 那怎么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政治素人黄玉婷 他说一句 我们选手就只是希望体育归体育 那政治归政治 你就给他这么大的帽子 好像要数落起 这黄玉婷敌我意识不尖 哎呦 拿了台湾当局官方赞助这么多钱 你怎么可以背叛所谓的国家 你不觉得赵少康你装傻啊 你骗谁啊 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是王炳忠 欢迎收看王炳忠来了 这是我们王炳忠来了呢 在人影虎年的第一期节目 过了新春假期呢 马上又要展开新年一年的工作了 在这呢先祝福大家开功大吉 这个虎年一切顺顺利利 虎年行大运 那么其实啊 在这个新春假期呢 咱们中国也迎来了一件喜事 那就是万邦来贺的北京冬奥会正式开幕了 而且开幕的时间呢 就在大年初四 刚好呢 传统节气呢 叫做历春 其实在传统上啊 历春才是岁首 从这一天开始呢 才算是真正岁次人营年的开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春之始呢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喜事 大家都非常的雀跃 也很欣喜 不过啊 在开幕式上 有一支队伍进场的时候 被眼尖的网友看见啊 觉得说 哎 怎么脸臭臭的 好像不太开心呢 有网友说 哎 如果不开心就别来了吧 其实啊 这是有苦衷的 因为有网友呢 也做了图 啊 这个是中国台北代表队 那么掌旗的这一位呢 是这个竞速溜冰选手 叫做黄玉婷 那么有网友呢 就比对说 他在之前呢 在美国私下训练的时候呢 穿着哎 中国代表队的队服 上头呢 还有这个五星国旗啊 那么呢 哎 看起来呀 这个五星红旗穿在身 好像他反而呢 这个脸上啊 是挂着微笑的 但是这一回呢 穿上了中国台北代表队 啊 那这是梅花灰 结果呢 进场的时候 怎么反而啊 这个眉头深锁 若有所思呢 那就是因为啊 他在台湾的这个网络媒体上呢 被网爆了 那为什么要霸凌他呢 为什么要网爆他呢 那就因为绿媒呢 又对他出征了 说啊 他竟然敢在自己的IG 这个社交网站的这个平台上呢 来发布了 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一张 在美国训练的时候呢 这个平常啊 私底下穿着中国代表队 队服的照片 哎 那么这个本来绿媒答答也就算了 但是现在啊 更可恶 更恶心的 是所谓的战斗兰 哎 不去战斗蔡英文 反而来开攻 这个黄玉婷 而且啊 带头的呢 就是战斗兰的这个 所谓队长吧 赵绍康 他骂的 这回啊 比蔡英文 骂的还凶啊 那为什么会这么一回事呢 这个战斗兰又骂他什么呢 我们看到赵绍康啊 哎 这个可是骂的不轻啊 说他极为不当 说他思虑不周 说他呀 这个敌我意识啊 这个不明 哎 只差没有说啊 他这个思想不纯正 哎 又有这个所谓富匪的嫌疑 要是在白色恐怖年代 是不是还要被抓起来呢 哎 赵绍康骂得很凶了 说啊 这个选手呢 他完全没有了解到 政治和体育 是不可能切割的 而且呢 他还用了两个字 叫做国籍 说哎 这个在国际赛事上 国籍是非常重要的 赵绍康说啊 这回给黄玉婷一些教训 那么呢 相信他以后呢 也就懂得啊 自己犯了错 啊 还说呢 当然了 黄玉婷呢 他也强调啊 他的内建中国代表队的队服 其实是他很要好的 一位大陆选手啊 送给他的 那在如此两岸 敌对的气氛下呢 这也算是呢 呃 一个啊 在敌对气氛下的 这个友情了 所以赵绍康啊 最后话锋一转 又故意讲了几句 说这个友情呢 还是备受珍惜 哎 刀切豆腐两面光哎 把人家骂得那么惨 骂得几乎等于 就说他叛国了 然后最后呢 再留了一个 但是友情也弥足珍贵 所以啊 我就一句话 这个叫做不要脸的政客啊 真的是不要脸 真是恶心啊 我们从赵绍康的这件啊 这个骂黄玉婷的事情 其实可以看出很多衍生出来 许多有关两岸关系的面向 所以这已经不单纯是赵绍康骂黄玉婷的问题 而是从这里我们看到 第一个面向 那就是这些蓝营的政客 只敢欺负弱小 不敢打大律啊 就这么恶心 所以你看 真正今天在台湾 党政均特一把抓的蔡英文 我怎么没看见赵绍康用对付黄玉婷一样的火力去对付蔡英文呢 蔡英文把整个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都给篡夺走了 他现在偷天换日挂着羊头卖狗肉 难道你赵绍康看不出来吗 那么你故意刀切豆腐两面光 说是所谓如果今天黄玉婷穿着美国的队服训练 也是不应该 那我就说别在那扯淡了 别在那装了 今天以赵绍康赵先生在台湾混了这么几十年 所谓政治精同 媒体精同 他会不明白今天在台湾的媒体积分 如果黄玉婷穿的是美国队服 穿的是日本队服 那抱歉了 不但没有人网抱他 而且立即变成台日友好了 台美友好了 那是正面典型 不是吗 所以你赵绍康就是踹着明白装糊涂 故意在这装疯卖傻 所以第二个层次 我们就要看到了 他装疯卖傻的同时 其实呢 他的内心里打量着就是自己的存在感 还有他要选举嘛 那要选举呢 实际上内心里已经投降了 就是迎合屈从 现在民进党经过一连串的教改 还有包括他拿到权力改变了法律 掌控了媒体 又操控了司法 所以你们全都怕了嘛 那你怕 可是呢 还要讲得很高尚 哦 什么叫做这个 我们这个国际赛事上国际很重要 那台湾独立了吗 台湾是个和大陆不同的国家吗 如果真的要论政治的话 那抱歉了 在国际政治上 你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这不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国际政治吗 所以如果你要说体育和政治不能切割 那我们就好好的论政治 一论政治下去 那不得了了 我们还真的就是和大陆一家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队呀 只是今天大陆给台湾一个用中国台北的名义 参加国际赛事的机会 但是中国香港也同样是自己一个队 但难道香港就独立成一个国家 另一个国籍了吗 所以赵尔康不会不懂 但是呢 他现在等于屈从 等于投降 然后呢 甚至啊 自己啊 骗蓝银的群众说 哎 蔡英文现在呢 也愿意喊这个所谓中华民国了 蔡英文呢 也已经开始往我们这靠了 我看不是蔡英文 往你这靠 是你向蔡英文投降吧 这蔡英文的所谓中华民国台湾 和原本那个孙中山 在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一样的吗 要自己骗自己吗 所以第三个面向 那就是我们进一步要看到 赵绍康灰头土脸 因为搞了半天 这个黄玉庭 他曾经在2011年 哎 网友把他翻出来了 他曾经当时啊 还是支持蔡英文的 所以啊 蔡英文多高干啊 一方面 让绿媒去修理他 去网报他 另一方面 哎 原本说 不参加开幕的中国台北队 还是进场了 而且掌棋的 还是黄玉庭啊 然后蔡英文 在装作很清高的说 哎呀 我们要团结了 多一些关怀了 给我们的选手 多一分加油了 那从头到尾 台湾参加的 也就那几个人 那难道你不给 黄玉庭加油吗 所以蔡英文的意思 当然是 我们也要给黄玉庭加油 所以搞了半天 蔡英文反而表现的 哎 我真的就是超越了 所谓的国界 我也不去谈什么国籍问题 我也不去管这些了 我们多给选手加油 这一下赵少康灰头土脸了 人家绿的 他的主子蔡英文 都出来 哎呀 大家不要吵了 只有赵少康 还在和绿梅比赛 谁比较绿 谁比较独 你说赵少康 极其代表的战斗篮 这么个搞法 不是真的搞的 里外不是人吗 所以最后第四个面向 那就看到了 我刚刚用了四个字 说赵少康叫做装锋卖上 的确如此 因为赵少康这回说 黄玉廷你错了 黄玉廷讲了一句 体育超越国界 希望大家不要那么政治化 赵少康搬了很大的帽子 哎 这个怎么可以说 政治跟体育可以切割呢 政治很重要的 好 既然如此 你赵少康干嘛天天 也在那说两岸之间 政治和经济要切割啊 那你骗谁啊 你不天天还在讲吗 说叫大陆不要那么政治化 我们应该多多的交流 两岸之间还有很多经贸交流 还有很多文化交流 我们不要天天讲政治 我们不要讲一钟 怎么大陆讲 你就说大陆政治化 要大陆把政治和经济和文化和交流切割 哎 那怎么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政治素人黄玉廷 他说一句 我们选手就只是希望体育归体育 那政治归政治 你就给他这么大的帽子 好像要数落起 这黄玉廷敌我意识不尖 哎呦 拿了台湾当局官方赞助这么多钱 你怎么可以背叛所谓的国家 你不觉得赵少康 你装傻 你骗谁呀 你自己平常在那讲的 要大陆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你们就可以 然后一个对政治完全不懂的人说 我实在不懂政治 我只是搞体育的 不行 这是什么双标啊 你不觉得这和台湾 现在很多人面对美国疫情泛滥 就说哎呀 本来新冠疫情就是这样嘛 他就是流感化了 本来就无所谓了 那当初武汉在报疫情的时候 你们怎么笑大陆 你们怎么嘲讽大陆 所以你就看出 今天赵少康 及他所代表的所谓战斗兰 对黄玉婷事件的这种表态和攻击 已经不只是单纯 他攻击黄玉婷的问题 也不是单纯我们要挺黄玉婷 或者反黄玉婷的问题 而是从这里再一次的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经常说 国民党里头这种顽固的反共派 或者为了投机而反共 而讨好台独的投机派 他们和民进党里头 那些顽固的台独分子 一样都叫反动派 没有什么叫做 打民进党就叫做统派 打民进党就是反台独 No 有的时候这些表面 打民进党的所谓战斗来 其实他打民进党的力度 还不如他嘲讽大陆的力度 还不如他欺负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台湾选手的力度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全都是反动派的真面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